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总是不懂他 女生永远都离不开他 听到吧 女人真的不容易做的 有数据显示 一个女人一世人当中就要使用1.5万张的卫生巾 所以选择一张干净卫生而又适合自己的卫生巾是多么重要 但是关于卫生巾会引发一系列女性疾病的这个传言 就一直都在这里了 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就表示 全球有50%的苦科疾病患者都曾经使用过不干净的卫生巾 甚至有人说卫生巾使用不当会导致不饮不育 甚至会得子宫肌瘤等等这些疾病的 哇 听到这些这么惊悚的传闻 你们又怕不怕呢 那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卫生巾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我还是有点相信 有听过 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吗 有可能他是不单止一个原因 应该会有的 会吧 有可能吗 卫生巾的安全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吗 没有 材料的卫生 说是生产不合格或者卫生考虑不合格的话 应该还是存在的 就是那个保住室器 你觉得卫生巾如果给你考虑的话 你会首先买的话 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材质 先看牌子 材质 牌子 还有材质 我应该会先考虑那个品牌 看来除了女性街坊担心卫生巾的安全问题 男性街坊都纷纷说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总的来说 大家对卫生巾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干净度 专业来说就是卫生巾是否含有细菌等材质 问题就来了 是不是越贵的卫生巾就越干净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是六款不同的卫生巾 它们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比较见得多的 它们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它们主打的功能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均是一个半一块 它主打的功能就是超薄的 而第二款这个平均是一个一一块 它主打的功能就是防側扭 而第三款就是平均是一个四一块 它的主打功能是配有健康的配方 而第四款它的平均是相对较贵少少的 因为它是日本尽口 是两个一一块 它是可以防敏感肌肤 而第五款它平均是四毫子一块 它就说是会有透气性比较好 而最后这一款就是六毫子一块 它就会说配方是比较清凉 比较爽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卫生巾是我们女性的亲密伙伴 但是它有可能随时会成为我们 随身携带的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说卫生巾是否安全 是否干净 是否健康 那都是跟我们女性的健康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实现的这个目的 就是想检测下这六款 价格不同的卫生巾 它们到底的细菌含量是多少 现在我就先把它们打包好 送往专业的检测机构 去进行检测细菌的含量 那究竟是否越贵的卫生巾 它的细菌含量会越少 会越干净呢 那我们检测后就会知道了 这四十八个钟头的等待 检测结果出了一粒 一样的细菌菌 总数是28个 2号样品是32个 3号样品是28个 4号样品是24个 5号样品是536个 6号样品是68个 从表格案里可以看出 细菌含量最高的是 价格6毫至5号样品 居然达到536个 那卫生巾里面好卫生价 为什么会有细菌的呢 首先那个卫生巾的原材料 它我们一般卫生巾 是用那个非制造部材料制作的 它有 就因为它有很多纤维材料 它有可能在那个材料中 它就带有那个细菌 第二就是那个生产工艺的过程中 也会带入那个细菌 第三呢 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也可能会带入一个细菌 第二就是呢 就像你看我们的大器中 它也是有细菌的嘛 它存放久了 它也会置身一个细菌 我们那个国家标准 那个GP15979里面 它就有对那个卫生巾 做了一个规定 它是少于 必须要少于200个 那个细菌种树的 专家说 在生产文书销售等过程 卫生巾难秒会占上少量的细菌 只要细菌的含量 没有超过国家标准 是不会对女性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 如果卫生巾含有超量的细菌 会不会对女性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上说 全世界50%的苦科疾病患者 都是由于卫生巾使用不当引起的 是不是真的呢 卫生巾使用不当会引起不忍 甚至子宫肌瘤等疾病的惊悚传闻 是真的假的 这个女同志这个经济呢 她的宫口都是开海的 它跟外界是相通的 如果用这个卫生巾呢 它有这个裂脂的卫生巾 它会通过这个卫生巾的感染 导致那个子宫胸腔感染 出现子宫内膜炎 子宫内膜炎 再种了数量管炎 数量管炎就是水种 数量管水种 狭窄 就是一个主要的危害 这个不孕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子宫肌瘤应该 不含有这种问题 子宫肌瘤就是长期炎症 反复的内配密的调节 不良不当 出现的这种情况 才会出现一个子宫肌瘤 使用了不干净的卫生巾 会引起一系列的苦活疾病 严重起身会导致不孕 但是和子宫肌瘤是无关的 所以女性朋友不需要太过紧张 好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 下一个调查队长了 就是荧光芯白剂 那有街坊报料 就说现在市面上有些卫生巾 它的材质就比较差 那些不良商家 就会添加这种荧光芯白剂 令到它表面上看上去 是比较结白 比较干净 那究竟荧光芯白剂 又是什么来的呢 用了添加了荧光芯白剂 这种东西的卫生巾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安全性指标方面 检测结果显示 送检的几大品牌的卫生巾 都未验出有夹缩 不过呢 它是验出了可千而胜 荧光芯白剂 含量是从每公斤 54.9毫克到386毫克不等 大家刚才看到的视频 就是两年前的一次 卫生巾调查的结果 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被调查到的卫生巾 都是含有这个荧光芯白剂 现在过了两年时间了 到底现在市面上的这些卫生巾 是不是真的安全 会不会还含有荧光芯白剂呢 照来我就会用这个强光手电筒 去照一下这些 是否会含有荧光芯白剂 在照卫生巾之前 我们就知道了 那白纸张是会含有这个荧光芯白剂 那通过手电筒的照耀底下 它呈现是蓝色的光的 那我们究竟这些卫生巾 是不是真的含有荧光芯白剂呢 那我先将它们八款全部拆开 然后再统一去检测一下 放在桌面上面的八种卫生巾 它们每片卫生巾的单价 分别是一毫的一个一 二毫的一个二 三毫的一个四 四毫的一个三 五毫的两个一 六毫的四毫 七毫的六毫 和八毫的五毫 那现在我就从一毫开始去检测一下 通过检测 我们发现价格便宜的六毫和八毫卫生巾 含有大量的荧光芯白剂 含量排行第二的是三毫卫生巾 含有少量的荧光增白剂 而一号和二号也都有几点零散的荧光增白剂 但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价格最高的四毫日本原装进口的卫生巾 也含有散装的荧光增白剂 但是价格最便宜的七毫样品居然没有荧光增白剂 我们需要做实验来说它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会迁移到就受到荧光增白剂的影响 就是我们有个要求是它不大于五立方厘米 它就是我们的检测结果一般都是说看不到 真的无伤不间纳 只是卫生巾国标当中 明媚对卫生巾的荧光增白剂等物质 做出任何规定 无论是它的含量还是检测方法 都是处于空白状态 只是有人说 荧光增白剂量少就不会达到中毒的范围 如果量大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癌细胞的产生 那究竟是真的假的呢 有那个荧光增白剂的话 那肯定会对身体有影响 它小一五CN的话 它就说对我们这个应该影响不到 专家说 卫生巾含有荧光增白剂 每支癌暂时没有化学意据 但是可以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危害的 调查到这里我们也知道 如何解释安全的卫生巾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那个就是卫生巾的吸水性 好了 大家都看到桌面上是摆着 八款不同的卫生巾 我们现在即将就要测试一下 这八款卫生巾的吸水性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第一步 首先是将卫生巾放入这个烧杯里面秤 我们就要秤一下这个卫生巾 在吸水前它的原始重量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再将卫生巾放入这个水里 浸泡一分钟 然后再拿出来 再进入这个厂那里秤一下 看一下它吸水之后的重量是多少 那前后对比一下它的吸水性到底是怎样的 好那我们立刻开始实验了 好首先就是将一号的这个样品 放入去这个厂那里秤一下 它吸水前的原始重量是多少 好数据出来了 它是1149克的 好那射完它的原始重量之后 我们就要立刻要浸入水里面 看一下它浸水之后的重量是多少 那我们要浸泡一分钟 好那一分钟过了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去看一下 它浸在一分钟水之后 它吸水是多重 它经过吸水之后 它的重量是1533克的 然后我们进行二号样品的测试 它的原始重量是1145.5克的 那二号样品经过浸水之后 它的重量是1416.5克的 检测结果出来了 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知道 吸水性最好的六号样品 其次是五号样品 吸水性最差级是二号样品 再到三号样品 从这个结果我们得知 其实吸水性和价格不是成正比的 水性不好对女性朋友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吸水越多越好 也不一定 就是说那个吸水性好的话 它吸收那个容量它就大 一般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内 就要更换一次那个卫生巾 如果你不及时更换的话 它可能就会引起那个细菌的滋生分子 然后可能对我们女性会产生一些疾病 那开始方面 那我们马上接下来做下一个检测 就是检测 уш发测透性 大家都知道啊 测透性不错的話 都可以证明它的 防质量效果不好 是否越贵的卫生巾 它们的防质量效果 是越好呢 我们现在立刻实验一下 第一步就是先将蓝液倒入凉杯中 倒30毫升 然后就将同一个高度 同一个位置注入同凉的水 去看看它们的滲透性是怎样的 好,那我现在立刻开始实验 好了,我们先将蓝液倒30毫升 去这个凉杯上面 好,30毫升 然后我们就先测试一下 样品一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中间这里倒入30毫升的蓝液 然后从中间这个位置注入 那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个的滲透性就不是那么好 就是都是蓝液向外出去了 向外阔的 那就是证明滲透性这款都不是那么好 通过实验,结果出来了 防折漏效果最差的不是价格最便宜的6号样品 而是1号样品 而令人觉得惊讶的是打着高级收 防折漏功能的2号和3号样品 防折漏效果排名倒走第二 但是防折漏效果最好的 居然是我们价格最便宜的7号样品 看来这个价格高 灼球粥的样品 并不一定是最好 好,刚刚我测试完这8款卫生巾的滲透性 我们接过来测试一下它们的干爽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8款卫生巾里面 它们是有网质的 这款,这款,这款,这款 这款,这款,这款,这款 这4款是网质的 也有是棉质的 就是这4款 首先我们将蓝液 倒20毫升到这个量杯里 然后我们分别注入卫生巾里面 然后我们再用纸巾 在上面轻压30秒 拿出来,我们就看看纸巾 它们吸到的蓝液有多少 如果吸的蓝液越少 就证明它的干爽程度是越好的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 总体来说,网面性的卫生巾的干爽性 和油棉性卫生巾的干爽性要好 那是不是意味着 女性朋友最好还是选择 网面性的卫生巾呢? 也不一定要看个人体质的 它有些肌肤它是敏感肌肤 可能它用了这件网面卫生巾 它会过敏,会起红尘这些 就是看你个人是不是用这种产品 好了,通过漫长的测试之后 综合了所有的检测得出来的真实数据 和女性自身的特点评出综合性能长 薄荷中药卫生巾究竟会不会引起公寒男 究竟怎样才可以选到安全又适合的卫生巾呢? 下一节回来,我再告诉你 调查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好朋友 有了近深的了解 也知道哪一款卫生巾更加适合自己 只不过我现在又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款薄荷卫生巾 女人对它简直是又爱又恨 有网友就说这款加了薄荷的卫生巾 闻起身有种清凉的感觉 用起身也有种清凉清新的感觉 特别是夏天 但是又有人就认为 清凉还清凉 很容易会引起公寒的 都是不得使用了 对此,专家你又怎样看呢? 这个就不一定 因为它那个量是很少的 你要看个人的体质来说的 是怎么样来定义它 到底会不会引起公寒呢? 这个我们也没有一个标准 使用薄荷中药卫生巾 会引起公寒是不科学的 但是专家都建议 这个体质是个人体质而论 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 有女性朋友就说 固定用一个牌子的卫生巾 更加有利健康博 是真的吗? 应该不是这样的 不管哪个牌子 它要合理的话都不错的 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月经的量 还有这个天气冷热 来选择这件事最好 调查到这里 各位女性同胞们 你们是不是可以送一口气呢? 其实卫生巾的安全问题 并没有像传言当中说的那么可怕 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卫生巾 还是安全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应该怎么避免 选择到不安全的卫生巾呢? 首先我们要选那个合格的产品 它上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标识 它上面肯定有那个产品名称啊 产品的厂家 然后生产厂家 然后它的地址 还有一个执行标准 它的生产日期 还有它的有效期是多久 这个我们都要留意一下的 然后还要看那个外包装 它是比较洁净的 然后完整的 我们要挑这个 还有 还要看清楚 到底是不是那个正规产家生产的那个卫生巾 还有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一次性买太多的卫生产品 这样子并不好 因为它堆放的时间太久 就会容易引起那个细菌的滋生 我们要把这个产品呢 就不要放在卫生间 尽量把它放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空间里面 另外 专家温馨提醒 第一 互舰的透气性差 可以不用就少用了 平时要勤力一点碗 两个钟头就一次 第二 卫生棉条虽然很方便 但是更加容易引起细菌的生长 而且引起其他问题 建议少用 好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 卫生巾使用不当有可能引起不印 但是和子宫肌瘤是没有关联的 第二 价格和卫生巾的适合度不成正比 关键还是看个人体质 好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希望今天的内容 会对你的生活健康有所帮助 如果想关注更多 关于我们生活调查评的方方面面 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又或者微博 我们下期时间再见 拜拜